在社会的边缘角落 充满许多需要被帮助的人 议会副议长李小忠 特别选在睡末之际 用自家大货车 载着从南部订购的 银万台金柳丁 到桃园区南平路 一处停车场 捐给数十家的育幼院 和社福团体 表达关怀之意 大货车缓缓开进停车场 拥有连接车驾照的 副议长李小忠 开启大货车来毫不费力 随后李小忠和工作团队 在场将大量的柳丁 一乡一乡的搬出货车 我本来的职业是专门在开 联结车职业连接车 那因为从小也没读什么书 那我就 我的职业是职业的驾驶 那刚刚好我也会开连接车 那也借这个机会 为了节省成本 我们用自己的大卡车 到南头的果农那边的产地 产地那边直接踩柳丁 自己踩自己装箱 箱子也是我们自己运 然后我也自己开着大卡车 把柳丁运到我们桃园市来 受证单位将柳丁一一搬上车 李小忠说 台湾这几年经济萧条 各家育幼院 生障 老人院等社福机构的捐赠经费 也随之缩减 受证单位也在场对李小忠表示感谢 感谢李小忠议员 就是捐赠这么多的柳丁 给我们中青的长辈 那一直以来 台湾这家成功中心的长辈收到很多各界的一些 像是捐赠捐赠物资或是捐款方面 那也希望说大家以后如果说有空的话 其实可以多来我们台湾这家成功中心来观和我们长辈 李小忠表示 捐赠活动已经持续到第五年 希望借由全镇柳丁抛砖引玉 让弱势得到更多关心 同时借着采购柳丁 照顾辛苦的农民 好 我是新闻号宣传报道 要朝代留下来